好,假設我們這台虛擬機 這台學生操作的機器 假設出問題了 我們可以怎麼辦 不管是中毒,不管是操作上的錯誤 那我們可以做的方式很簡單 我們就要把這台機器 這台機器把它刪除 重新建立一台機器 那我用TEST 01 密碼給一下 範本選一下 按下建立 基本上在30秒以內 它可以完成一台虛擬機的建置 那學生就會擁有一台完整的一個 完整乾淨 是你預設學習環境的一台機器可以用 我們按總形整理 你看它已經建完了 基本上不會到30秒 直接按操作 這樣我們就 這台機器就重新開機了 所以在簡單用來管理教室或者管理學生操作的電腦來說 它是算是比線型的還原系統 還有其他的管理器更方便更容易